永乐龙洞的直径约120米 位于胶盘中心 四周由珊瑚礁组成 余名相传 这里是孙悟空拔去定海神针之后 留下的孔洞 三十米以上 可以看到各种珊瑚 珊瑚礁生物 三十米以下 几乎没有天然光透露 生物少了很多 但能看到独特的景观 海洋穴 这是有机物碎屑组成的漂浮 像冬夜里漫天大雪 深邃而又省力 但同时 它也是栏动生物重要的食物来源 承担着维持食物链运作的重要使命 这个充满未知的洞穴 还有诸多秘密 等待后人前来发掘